在上世纪末几个瑞士人 去到中国客家村落建立学校 这174所学校 给当地的客家孩子 不仅身体上可以得到医治 也可以得到现代西方的教育 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 坚持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信仰 这种精神常常会感动我 黄艳霞在中国的故事 请留意未来这一辑 国语与双声道的《恩语之声》 请留意未来